我干嘛要出你这 我就是在府里闷得慌 想出去转转 可是外面那么多人虎视眈眈 所以你呀 今天就是诸府的小姐 我呢 就是伺候你的丫鬟 这不行吧 怎么不行了 你瞧瞧我 怎么看都是一个丫鬟的模样 你想啊 若是有人想对诸府的孙小姐不利 是会对你下手 还是对我下手啊 小姐说得对 是小夏思虑不周 小夏啊 你不会觉得我这么做 是把你置于危险之中吗 小姐若成了目标 麻烦就更大了 小夏会武功应付得了 小姐这一招 尿 把这围帽戴上 别让人轻易强去领氧子 你放心吧 诸说会暗中保护我们 若是有危险 她们会立刻冲上来 我受伤没事 小姐千万不能受伤 少爷 刚刚传来消息 今天诸府孙小姐 出府逛街了 这诸府突然多了一个孙小姐 那么多 觊觎诸家财产的人 还不急了眼 这么多人想让她死 她还敢招摇过世地 她出来闲逛 这丫头有意思 走 去看看 看这丫头打些什么主意 哇 新州府果然不愧是江南最不输的地方 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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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给给给给 谢谢 谢谢 哎呀 真是商铺凌厉热闹烦火啊 我以前啊 还纳闷为什么九叔就是不肯到江南一带来讨饭 看 人来她是首次之子 害怕被认出来 哎 小姐 咱们去绸缎不逛逛吧 小姐想选什么样的意料 小店货品齐全 北地的妮努 南地的丝绸 西地的麻 都是上火 花花 你去选吧 好嘞 奴婢挑选的 你一定让小姐满意 就要这个 姑娘的眼光真好 这种角卷 一年才能值得一匹 号称十两斤不换 一年才值得一匹 是 十两斤 这么贵啊 哎 听姑娘口音 不是本地人吧 这是江南珠季作坊 最贵的布料 小店一年只得三匹 大都是进口宫里 或被大富豪们选择 选的简不妥 螺丝不妥 织法就不妥 十个修娘 敢一年才成 十两斤 价格真不算贵 包钱 宗珠府 哪个珠府 当然是江南珠季的珠府 小姐 用这个缝制衣裙 小姐穿起来一定很美 等到八月十五呢 走吧 好的 真不看其他的了 还有很多好看的呢 好 好 天哪 德莱全不费功夫 居然让我瞧见了孙小姐 我得去送信 快 跟着他们 哎 怎么了 有人跟踪我们 跟着就跟着呗 我就不相信有人敢当街出手 让他们继续跟 我们继续逛 有你在 我很放心 今天我要把珠府的铺子都逛便 把那些蛛虫都掉出来 行 小姐 小姐 不行了不行了 我累了 我来帮你拿吧 不行 哪有 让小姐拿东西 也要换控制手的 小姐 你肯定也饿了 哥哥 您来了 离不清离不清 这醉仪台 装修得挺漂亮 里面大师傅的菜 应该也很不错 不如我们就进这家吧 花花 这家醉仪台不是祝福的产业 是九姑奶奶的 英文姑奶奶们 都算计着朱家的财产 这九姑奶奶 也参与了吗 九姑奶奶嫁给靖王当侧妃 算是姑奶奶当中最有权势的 她虽然不能把靖王孙锅借给朱家 但却带头联合几位姑奶奶 一心盘算分刮朱家的产业 借着靖王府 经常给老太爷施压 不是朱家的就好 小夏 待会儿如果有人找麻烦的话 尽管出手 砸别人家的酒楼 我才不心疼呢 就这下 客官 你慢走 两位客官 请上座 来 你没招眼啊你 快 招呼一下 杨卫客官 不好意思啊 小天客满了 不好意思 这 我叫你来 给我 一挥子呢 孟儿 对对对 这边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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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两位请坐 先喝点茶水 稍等一下啊 让一让 这是您的菜 让一让 吴大爷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不好意思 小天客马了 大爷我一来就客马了 可不是这个意思 起开 我自个儿找 走走走走 主老主 走开车 看不见吴老大来了 这么宽敞的桌子 二位姑娘在这儿坐 那边有点太浪费了吧 不如 我跟二位姑娘同坐如何 哪来的贼汉子 如此无礼 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 靖王爷的侧妃娘娘 是我家小姐的九姑奶奶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家小姐同桌 世子爷 你们家亲戚啊 贼那天 兄弟 你嘛 断下 一层 干来 和尚 事情 Jake 医等等 можно 刚才怪手 刚才怪手 大爷我今天就在这儿拼桌了 哪来得搞跟这儿乱叫啊 败了少爷我的酒性 车子 叫漏了 你看 叫漏了 什么玩意 姑娘你放 行 我 我保护你 好 梗子太岁同哨动吐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兄弟们 给我教训教训哪 好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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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上啊 揍他 这边 打他 你小子 我看你小子找死啊 上 打他 小夏 去帮他吧 我穿着丫鬟的衣服又躲在角落 没有人会来伤我的 快去 我等着他们 你们快走 受死吧 想走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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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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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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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滨庄吗 不变了 不变了 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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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好 好嘞 好 他叫你 这 姑娘姑娘姑娘等一下 姑娘等一下等一下 公子你受伤了吗 不知为何 我一看见你 我心里就有一股麻酥酥的感觉 我想我可能受伤了 我 你 原本以为你是下课 三少训 想不到也是登图老子 姑娘姑娘 原兄 人都走了 原兄 那些人在你的地板上闹事 你 你怎么也不出来看看啊 刀剑无言 我怕 一个不留神把我伤了就不好了 幸亏这些人 都被原兄你和我的表妹所打败 来人 去衙门喊人 把这些大胆的匪徒都给本王绑了 送到衙门去 顺便 把损失的账目一并报过去 让他们给本王赔了 诺 去 原兄 刚刚真是 多谢你出手护住我家亲戚 真没想到 我那素未谋面的表妹 居然是个会舞的高手 世子爷 那个 能不能麻烦你帮忙引荐一下 我和你表妹呀 原兄 你是喜欢上那丫头了 原兄 你乃是京城守备府的公子 守备大人又是朝中元老 家世显赫 你刚刚又帮了他 如果你去提亲 想必朱老太爷 会很满意这桩婚事 引荐一事 包在我身上 小虾 刚刚那位公子 被你迷住了哟 登徒浪子 你别这么说人家 人家好歹帮了我们 抓你的手 只是情不自禁 要我死的人真不少 小姐 到那边躲着别动 好 这种手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呢 没想到想下的功夫这么高 少爷 要去帮忙吗 等会儿 我看他身边那丫头挺能打的 看看再说 多谢连一颗相救 小虾 你快去追他 小姐 连一颗相来喜欢毒来毒往 这里太危险 我们先恢复再说好不好 不要见他 小姐 他来了 他在苏州府 他竟然在苏州府 他又救了我一次 他看到我了吗 他知道救的人是我吗 他是不是没有认出我来 如果认出了我 他为什么要走 小姐 你没事吧 他就这么走了 也对 我不能再见他了 要是见了他 让他知道我和朱府的关系 告诉了七王爷 岂不是把朱府也暴露了 小姐 我会想办法带连一颗来见你的 不用了 别去找他 要不然我在朱府的事情 怕就暴露了 走吧 折腾一天我也累了 寿总管 怎么不早点来 小姐看来受到惊吓不小 先恢复再说吧 孙小姐勇于用刺身作诱饵 老太爷觉得让他提前感受一下 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也是件好事 小姐少年幼 老太爷心太紧 对他期盼太高了 老太爷年事已高 就只有他这么点血脉 难免着急了些 改天我再跟老太爷说说 不过小夏 如果没有朱老太爷 我们两个活不到今天 所以无论如何 你要保证小姐的安全 我会再派人看紧你们的 袁蠢 怎么着 还想着人家孙小姐呢 长青 金王世子说 明天一早带我去朱府见孙小姐 你说我向朱老爷提亲的话 机会大不大 我看那丫头身手不错 下手毒辣 袁蠢 你说你眼力怎么就这么好 这人一下就瞧见一只母老虎 多过瘾啊 哎 我只要一想起 他能拎起有十斤重的酒坛 砸向你撕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痛快 他多美啊 你这以后娶了他 怎么管得住啊 管什么呀 让他管我就好了呀 哎 不对 我想了想 今天在最一台的那些人 肯定是故意来找茬的 你想啊 朱府时隔多年 突然出来一个孙小姐 别说他们朱府自家内部 就连他的商业对头 也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啊 哎 也不知道他后来跑出去有没有事 哎 你说我应该跟出去的呀 你放心吧 人家朱小姐没事 倒是那个旁边那个小丫头 差点被一个黑人袭击 我在远处看见 射了一箭救了她 这朱小姐啊 仗得自己会点功夫 你说出门也不多带几个保镖 你要是这么关心人家 干脆你当人家保镖怎么样 那感情好啊 我这次下江南也没什么收获 反倒是你 对人家朱小姐一见钟情 算了 你就留在苏州 继续谈情说爱 然后帮我查一下那个神医的下落 你要回去了 这出来二十多天了 有点担心付我 明日一早 就回庆程 也好 你先回去 我留在这儿 或许过几日 应该就有神医的下落了 来 恭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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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恭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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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了 恭喜了 我们接下来 听好了 从今日起 你们就住在朱府附近 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保护朱府的孙小姐 可韩统领给我们的任务 是保护少爷 我现在对朱府很感兴趣 教你们确保 朱府孙小姐的安全 等忙完东平均的事情之后 自然会有人 打点这里的一切 需要用钱 救去朱府的四海田庄 这是我在四海田庄 开的秘密户头 只认硬件不认人 十万两之内任凭提取 把事情做得隐蔽些 别让人盯上来 诺 去准备吧 诺 好功夫啊 你是谁 谁派你来的 没有谁派我来 我只是想来试试你的功夫 接着 机关佈置图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 我是谁你无需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我是好意变客 将机关图放置在你的院中 可保护你家小姐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布置此图 如果你有心害我们家小姐 这些机关 岂不会为你所用 我永远不会害你家小姐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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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姑娘 我又来了 几日不见 你又变漂亮了 等 等 等 你你你等下来的 我给你带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你不是想去我 想见连一克吗 我回去我跟她说了 不过呢 她已经不记得你了 她也不想见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对啊 不过 小夏姑娘 你千万不要伤心 她不记得你 那 那是她眼瞎呀 你还有别的选择 比如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某个人 我说过 你要是再来 除非跟连一克一起 否则你别再来了 小夏姑娘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 你无非就见我她一面 你 你难道非她不嫁了 她到底有哪好啊 不是我 是我们家小 小夏姑娘 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一定会好好疼你 爱你的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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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小姐 今晚又谁来了 是袁公子还有另外一个 不知道谁派来的人 留下一卷机关图就走了 她还说了什么吗 她说 她永远都不会害小姐 她长什么模样 天色昏暗 她戴着面巾 什么模样我也没有看清楚 但她的个头 这么高 是她 是她 肯定是她 她知道我在珠府了 可是她却还是不敢来见我 如今齐王爷过世 如果我告诉她 我不是齐王爷的女儿 她会来见我吗 小姐 你认识她吗 袁公子呢 她又被你赶走了吗 她自己撞晕正躺在外面院子里呢 撞晕了 嗯 醒啦 醒醒啦 你 你 这 这 花花 你说花花 花花你赶紧提我向小虾求求情啊 我没有恶意 我就是喜欢她 我不是花花 我是珠府的孙小姐 小虾跟我说出了只王八 原来就是你啊 王八 我什么时候成王八了 花花 小虾呢 你真的喜欢她 对啊 小虾可是我的人 说好了要一辈子保护我的 你要是敢拐跑她 我就马上淹了你 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想拐跑她 你敢淹让我呀 小心我把你卖到妓院去 这嘴还挺硬的啊 哼 你现在关在我的院子里 有什么本事卖我啊 别别别别别 别别 你要干吗 干吗 不是 你 你干吗呢 伯伯就是剃了条腰带而已嘛 一个大男人气成这个样子 难不成你想隐身相许啊 我可不愿意 而且看来小虾也不喜欢你 袁公子啊 翻墙切媚 也得要有本事才行 我看你啊 不成 哎 小虾 这这这不是我弄的 这是你们家小姐弄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快放开我 小虾 放开我 这耍小子 挺可爱的 你要不从了他吧 小姐都说他傻了 我不喜欢傻子 我不傻 我一点都不傻 哎小小姑娘 你你你别听你们家小姐的 我那叫憨厚 那不叫傻 好好好 行行行 憨厚 你憨厚啊 憨厚小子 听说你认识连衣克 认识啊 我们熟得很 那你知道 他是何年何月生的喽 你 你想知道这个呀 我有个姐妹啊 她特别喜欢武功高强的大侠 特别迷恋连衣克 她还偏信什么生辰拔刺的 要不 我告诉你我姐妹的生辰拔刺 你去告诉林依克 看她觉得相不相配 那 我姐妹的生辰拔刺 是已亥年四月三日 子时出生的 你可一定要记住了啊 告诉林依克 没错 这肯定是活不起邪的 她是想告诉我 她是四月成的 她不是父王的女儿 她不是我的妹妹 记住了没呀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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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虾 放了她 诺 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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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公子 你三番五次闯进珠府 小虾没绑了也把你送关 那是因为她心软 你要是再私自闯进来 我会打住你的腿 把你去送关 不行不行不行 小虾姑娘 我她被绑了一晚上 手脚血脉都不相同了 根本站不起来了 这这这 站一会儿就好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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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站不起来站不起来站不起来 我 松手了松手了松手了 还不快走 不是 小虾姑娘 你 我下次还会来的 不过呢 我只走大门 等着我啊 快走 等着我啊 等着我 孙小姐你就回去吧 让我去就行了 小虾姑父那么好 她不会出事的 小虾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么久 她肯定出事了 别花时间劝我了 快去找呀 走走走走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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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鬼鬼祟祟在我珠府门口做什么 你什么人 转个身来 在下只是路过 不知小姐找我何事 我府里有个人不见吗 你可看见 一个大概这么高 做男子打扮的清秀女子 来何处愿难适 来何处愿难适 你可看见 我不曾看见 不过我看小姐面向微红有祥云 否可会及身边人 小姐要找的那个人 一定没事 你还会算命啊 你刚刚说的 可是哄我的 小姐要找的那个人 很快就会回来 既然如此 那你再帮我算算 我何时能有桃花蕴 遇见心中的如意郎君 不是 小姐 我们不是找小瞎吗 你怎么搁这儿算起命来的呢 你要想算命 改天我给你请一个 不宜神算道府上好好算 我们抓紧时间找小瞎吧 小瞎没事 大师不是说了吗 大师 我何时能有桃花 恭喜小姐 好事将尽了 好 朱寿 打赏 小姐 我 我闯张江湖这么多年 我没见过哪个神算 就这么 就这么就给人算命的 他天天是个假的 真你也能信哪 借人吉人懂不懂啊 大师 希望 希望 希望真能为我大师所说 拿拿钱还不得要干吗 回府 小瞎不找了吗 ss 马鹤 Yes 老师 这边来了 老师 这是什么 非常多 两个 Shark 这是什么 小米 这是什么 ap 小米 哈 早 推 腿挺长 走挺快呀 小姐似乎认识这个人 刚才说话也奇奇怪怪的 谁呀 到底 小夏曾经说过 有个安政保护小姐 莫非是她派来的 也不知道小夏到底怎么样了 小夏刺杀东方氏受了伤 原宠在照顾她 你不必担心 去到你了 其实父王反正知道 您不是他的女儿 你母亲的死 可能也和父母有关 他找到你 其实也是为了利用你 七王爷为什么要利用我 可能 和利益金钱有关吧 父亲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从今以后 我不会让你被任何人利用 不会保护你 我不让你受委屈 我真的好恨你 我好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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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就已经在苏州了 派了人保护我 还给小家寄款 可是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见我 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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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 爱你 叶子 入住 你的 你说 你今天 像风一样 情略是傻傻作响 再宣布换一副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少爷 药伤好了 要是我 我就在这剑上涂上剧毒 让他见血丰厚 黑方 小霞回朱府了吗 探子来报说小霞并未回府 那就去问问苏州府所有的大夫 今天有没有人诊治过一个 肩上和胸口受过剑伤的女子 诺 黑风这就安排 慢着 听说连衣客曾经坏过明夜山庄 几件好事 你去问问刘明月 看她有没有连衣客的消息 这个连衣客敢和我抢媳妇 就算绝地三尺 我要把她给挖出来 诺 陈玉 你知道吗 你差点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莫夫人下毒想害我 我差点就死了 幸亏被救了回来 莫夫人还对我娘下毒 把我娘也害死了 这个莫夫竟然如此大胆 等我到了东平军之后 我就传信给我外公 他乃国公 要处置一个莫夫 还是轻而易决 是莫夫人害我 可莫大哥待我不保 我还没有想清楚 该如何处理此事 你别心举妄动 害了莫大哥 好 都听你的 等东平军的事情忙完之后 我就叫皇上请求 去除掉王爷的身份 我不要什么封地 让我逍遥自在就好 到时候 我再回到苏州 和你一起共度一生 你不是被贬到东平军的 而是有任务 对 皇上让我去东平军 就是为了调查明月山庄 皇上觉得明月山庄有问题 太好了 明月山庄杀了我九叔 我恨不得把他们 所有人都抓起来 陈渊 你一定要好好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了你好好 调查清楚的 不信 前几日你被人抓了起来 后来又被人送了回来 还说什么要悬赏抓连一刻 到底怎么回事 陈渊 我跟你说件事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怎么了 绑我的人叫东方石 他是个不万规矩 做事的人 我们朱家欠东方家一大笔钱 若是还不出来 就要嫁一个女儿给他 所以他才绑架我的 说起来 我算是和他有一纸婚约 他知道我喜欢连一刻 想杀连一刻 我怕你有危险 所以才对外悬赏要抓你 想警告你的 连朱府都还不起的影子 到底是欠了多少 好几千万两嘛 不过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 我讨厌死他 而且我已经很努力在赚钱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看来 我这王爷的身份 暂时还不能去除掉 到时候要是祝福还不起影子 我还能用王爷的身份 再拖欠几年 到时候 我们一起赚钱把钱还了 我就不信 我们俩加起来 还还不上这些银两 不急 你好好带他祝福 我满完所有的事情就回来 你要是再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 当心我忘你的样子 小刘那传来消息 我要是再不敢往东平郡 西楚州的将领 就会发现我擅自理对 到时候上报给了皇上 可就麻烦了 你去东平郡 可一定要小心 那里毕竟是明月山庄的地盘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可千万别逞的冒险 而且我们祝福 也在查明月山庄 也有什么消息 我会给你烧兴趣的 我不会有危险的 你别忘了 我可是连一课 谢谢我 我只需要 在杀宏里 所以你不能忘记 那不是 有什么 我 你 我 我会命那儿的掌柜 去郡王府谈些高山大叶茶的生意 这样诸福就可以和东平郡 建立生意上的往来 我也可以借此知道你的动向了 我的不期就是聪明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忘记我的样子的 走吧 我走了 晨宇 你可千万要小心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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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头领 停 小六 韩统领 这 这可怎么办啊 马上就到西楚州了 可是殿下还没赶上来 这东平郡来西楚州下郡县 这知府和守将大人 肯定要过来拜访 我看咱们这回是躲不过去了 躲不了也要躲 就说世子战人风寒 暂时见不了人了吧 少爷回来了 世子有令 前方驿寨休息 驾 驾 驾 我敢来的可还在极迟 没被人发现吧 少爷再不来啊 我和韩统领都快被吓死了 总是拦着不见人 难免让人心生怀疑 不过幸亏 大家以为您得罪了皇上 被贬到东平郡 所以来求见的人并不多 总归是没露出什么破绽 有谁要见我啊 都是沿路的一些官员和乡绅 还有柳清吾 柳清吾 对 他一直跟着撤退 中间求见了好几次 我找各种理由给他挡了回去 他现在还在门口等着 他想把王碧取来 我看这一天 但是在这边就这样 我去 related 不是 东北吗 我去找个王大帝 谁呀 我去找他 什么东西 我是说 他说是 不知柳姑娘找我 所为何事呢 郡王 七王爷找到碧罗天了吧 听说主上 把柳明月狠狠地惩罚了一顿 定是碧罗天的秘密 被泄露了才会这样 清吾已经完成了 和郡王的约定 郡王 您没有忘记 对清吾的承诺吧 柳姑娘请放心 本王并不是背信欺义之人 答应柳姑娘的设计 我一定会办到 那清吾就多谢郡王了 清吾已经想到办法 重回明月山庄了 希望郡王能够配合 柳姑娘想到了什么办法 清王爷从柳明月手中 得知碧罗天的下落 郡王又来到了东平郡 无论是皇上把郡王贬到这里 还是有什么目的 柳明月一定会小心 提防着郡王 柳明月身边缺乏有力的帮手 清吾希望郡王 能够假装对我有意 这样我就可以说服柳明月 派我来到郡王身边 监视郡王 等到我重新 得到柳明月的信任 继续当明月山庄的大小姐 我就能趁机 烧了她 既然柳姑娘 什么都已经想好了 倒是替本王 解决了很多烦心事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既然郡王同意了清吾的想法 既然郡王同意了清吾的想法 那现在可要开始改口了 不应该再叫我柳姑娘 应该叫我清吾 好 清吾姑娘 是清吾 不是清吾姑娘 是清吾姑娘 我可以叫你长青吗 可以 长青 你觉得我美吗 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比那春色还美 本王若是能得到你这位佳人 实乃三生有幸 张庆 你所言可属实 刘姑娘觉得我刚才演的可还像 像 清吴差点就相信了 既然长青同意清吴的做法 那清吴现在就回明月山庄了 刘姑娘 不 清吴 你刚才口中所说的主上 你对她有多了解 主上 主上一般有吩咐只会找柳明月 清吴平常接触不到她 只知道她的长相和她有一个外孙 其他的我并不清楚 张庆 你问这个难道此次前来是为了主上吗 若是柳姑娘能帮本王找到她 替皇上解决了心头大欢 等王向你保证 不仅能让你当上明月山庄的庄主 还能帮你解除她对明月山庄的控制 让柳姑娘成为明月山庄真正的主人 希望能如长青所言 那清吴告退 华姑娘 怎么会忍心对你下手 师父 清吴回来了 你还有胆子回来 黑烟 杀了他 我可以去监视东平郡王 黑烟 说下去 如今大理寺节哀 七王爷死了 没有人会再去犯案追查 陈玉成了东平郡王 与明月山庄距离不过十里地 清吾觉得 他此行肯定另有目的 说不定就是冲着明月山庄来的 师父也一定会想要派人看着他 只是师父身边没有合适的人手 所以清吾就来自荐了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看着他 师父 还记得清吾曾经在王府 为七王爷跳舞的事吗 当时陈玉提前为我准备好沐浴的水 在门口等着和我一起饮茶作诗 还亲手为我整理发丝 眼神充满着爱意 清吾觉得他定是对我有意 你以前为何不说 当时未觉得有说的必要 如今不同了 如果师父派我去应付陈玉 将功赎罪 与东平郡王打好关系 对明月山庄百利而无遗憾 师父 您觉得呢 你过来 师父 一个月之内 我还能把针取出来 否则 它就会随着你的血脉 进入你的心脏 到时候你就会和七王爷 一样的下场 你最好期待陈玉真的对你有意 要不然你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秦吾绝不辜负师父所托 不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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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一直后悔自己为何如此大意 你不知道真出了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你不是还要柳芊吾吗 不欺 那倒是东方氏和柳芊吾故意陷害我 我已经和柳芊吾平间关系 你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真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 我 好了 我相信你了 其实我这几天 把整件事情都捋了一遍 也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切都太巧了 东方氏 好像早就知道屋子里的状况 故意不敲门就进去了 好让我看到那一幕 我夫人就是聪明 谁是你夫人啊 母亲 母亲 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尽快离开好不好 你这样我怎么离开啊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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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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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边 来来来 来来来 不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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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快走 跟我追 丁不逸 快 少主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这些杀匪全是老爷子的兵吗 正是 此地是主上设在西楚州的练兵之处 故意伪装成了杀匪 可练就他们的御敌本事 立刻通知他们 是杀那个男的 如果有人敢动追 而推一根寒毛 我绝对杀了他 他再杀了你 诺 回来 我不想让朱丫头知道 我和沙斐之间的关系 安排好之后到大堂来见 我有话以为 阿隽 诺 少主 已经吩咐下去了 少主这是为何 那群沙斐有没有人动过朱丫头 别想骗我 别想骗我 你应该知道 骗我你只会死得更惨 这下线是 你应该知道了吗 然后你会死得更惨 你跟着我 不得了吗 你想骗我 那里有个人 也要是 你还要不得了吗 你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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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胡子来处理的 我今日也是第一次见她 那丫头机灵得很 怕我认识她 故意把脸弄脏了 我一时间也没有认出来 没有人动过她就好 看来我以后得在你们面前 多走动走动 才不会发生这种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 被自家人洗劫一空的蠢势 要是老爷子知道了 肯定骂我大意不可 再在你们这种 瞎兵蟹将的手上 都是你干的好事 是杀鼠把花步棋抓进了寨子 他竟敢以下犯上 我这就去把他杀了 不急着杀他 等到和皇帝打仗的时候 让他做先锋即可 我问你 那个和周丫头一起逃的男人 你确定是东平郡王 是东平郡王 明月不会认错 东平郡王乃七王爷之子 也就是说 陈玉是周丫头同父异母的兄长 传闻他们不和 为何我看他们的关系 好像很暧昧的样子 鬼谷出世之后 主上就怀疑 当年从碧螺天逃出来的人 就在七王府 并且怀疑七王爷和花步棋的关系 之后派人调查 发现薛妃怀孕前后 七王爷根本不在京城 所以花步棋 绝对不可能是七王爷的女儿 鬼谷出了什么事 有人闯入鬼谷 主上受了一点轻伤 不过现在也无大碍 无碍就好 既然老爷子也开始怀疑七王爷 那么闯入鬼谷的人 肯定和七王爷有关 应该是 他们闯入了鬼谷 朱丫头和陈玉不是兄妹 而她又喜欢连衣客 根据这几日我在沙漠里 观察他们相处的情况看来 我敢肯定陈玉就是连衣客 所以朱丫头来西楚州 肯定也不是为了赚钱 这么简单的事 难道她是想让陈玉帮忙 调查我那块领牌 七王爷还在世的时候 明月山庄和她有过接触 既然他们对碧罗天感兴趣 那么肯定会有所行动 我倒要看看 他们有多少事 还有替我安排去明月山庄一趟 我不允许今日这样的情况 再度发生 怎么 有问题吗 小女轻武叛变 如今明月山庄 已落入她之手 你说谁叛变了 明月有父主上所托 望少主恕罪 我是问你谁叛变了 明月山庄落入谁的手中 是刘轻武 我还以为 她是你的手下呢 起来 那真是太巧了 所以你到沙匪寨子来 是为了避难 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禀报老爷子 还未禀告 柳明月你这是越来越大胆了 这么重要的事你竟然瞒着不报 最好赶紧去找老爷子认罚 诺 柳青武敢叛变是她自寻死落 我自会杀了她来整顿明月山庄 明月山庄就算被毁 也不能落入一个叛徒手中 明白吗 明月明白 是 查得仔细点 你们几个 去那边 我们这要怎么出去啊 沙匪人多势众 而且干守器地形 我们只能有天黑才走了 不过在走之前 我要先弄清楚 那个探子的具体位置 好让关将军剿灭他们 以解西楚州之大患 我知道他住哪儿 身处匪窝还临危不惧 而且还成功打探出了 探子的位置 我夫人就是厉害 如果这次真的剿匪成功 关将军有一般的功劳算你的 我不要功劳 要赏金嘛 小才敏 你想要多少 郡王府里的都是你的 包括你吗 包括我 真巧 去 都查仔细了啊 快点 都查仔细了 来 来来来 来来 有没有 人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你小的挺浓耐啊 敢得罪少庄主 不是 不是 少庄主是谁啊 那是你头领的头领的头领 还好他老人家宽宏大量 你给我追求 不然的话 老子把你大卸八卦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话说 这俩人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你们 所有地方都搜遍了吗 搜遍 都找了好几遍了 方圆几十里外的探子 传信回来 都没看见他们的踪迹 那 就肯定还在寨子里 阿高 来 带着小部分人继续给我搜 齐鱼的兄弟 给我把寨子的每一个出口 都给我收好了 你这苍蝇 都不能让他飞出去 去吧 诺 走走走 好 拓连 拓连你这儿要去哪儿 老子一天都没休息 回床上睡个觉 你小子跟着干吗 拓连 你看能不能先放我回去 当探子呀 这么多人少着呢 也不缺我一个不中 你给老子闭嘴 你他娘的 少庄主都说了 不追就不追求 你他娘的帕个球啊 赶紧给老子滚 什么搞去 滚 好好好 敢逃老子弄死你 不急 你先带着别动 我去找不防徒 找到我就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外面太危险了 以前你假装讨厌我 我做什么你都冲着我来 后来我们天各一方 好不容易相聚 却又分开了 这次我绝对不跟你分开 你带着我去吧 我绝对不会扯你后腿的 而且这寨子 我比你熟 我可以给你带路呀 不行 行不行我都要跟 真是哪儿你没办法 那你跟紧了我 被跟丢了 是你要跟紧我 这儿我可比你熟 来吧 走 来 快 小心 小心 我子能接他 搜 诺 快 什么人 有没有 没有 好 停那边 站开 快上 有没有 没有 好了 没事 这瓶 二八孤子 嗯 不急 一群废物 在自己家的地盘连个人都找不到 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我都没有出现 早知道我就自己冲出去救猪丫头 现在猪丫头肯定只把陈玉当成英雄 把我当成一个连面都不敢出的狗熊了 少主莫及杀匪债不妨严密 陈玉带着那个丫头绝对逃不出去 我这就去问问马大胡子情况 对了 还以为用不到这三子 没想到还用上了 去去去 都守在这儿干吗 为什么不去找人 哎 庄主 马大胡子呢 天太黑了 马头领又怕他们连夜逃跑 所以让我们在各个出口守着 只让阿狗带一小部分人去找了 行事自作主张也不知汇报 他人呢 到底在哪儿 马头领说他一天没睡 所以所以回房间休息了 恭送庄主 你看吧 我就说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关键时刻 我还能帮你开箱子呢 快 把东西拿着 有人来了 我先把东西拿着 你把东西拿着 你把东西拿着 我很快就回来 小心 你把东西拿着 来人 在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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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杀了东亭郡王 站住 给我追 快 这边来 快 快点给我把他拿下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在上面 站住 烧火了 烧火了 燃救火 走 有火啊 开 zie 走 快 有火啊 快来人 快 救火啊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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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渝不会有事吧 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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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火 快 那个 快 水 全部不找 想不到又来一个救人的 给我抓住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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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陈云 快走啊 不要命了 快 快 快走 放开我 快走啊 快跟我走 快走啊 放开我 干什么 别跑 放开我 周丫头 你喜欢陈玉 那我就让她死在这 这 杀 给我杀了她 杀 杀了 快走 快走 放开我 这都好几天了 少爷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进沙漠看一看 你继续守在这里等消息 好 站住 干什么呢 进城里看兵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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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郡主 你们去哪儿了 他现在被捆在沙肥窝里 十分危险 好 我去找杜织奋请命 等等 这个 是沙肥探子 在沙漠里的布防图 看 可以利用他来攻破沙肥窝 拿着 你干什么 我是救他的人 若不打晕他 他肯定会想进沙肥窝再救人 既然你们认识 就好好保护他 接着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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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拦住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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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 追 让他跑了 你那边搜 那边搜哥 快 快 慢点 走 那边 快点 你这边看看 大人给我来 那边去警告 看 这边没有 都搜仔细了 这边没有 这边我也没有发现 快 走那边 走 后面看看 这边这边 搜这边 这边这边 往那边搜 你们几个 往那边搜 诺 走 我说这个郡王爷真是厉害 我们这么多人 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 我是真服了他 他就算再厉害 今日也得死在这里 喏 刘庄主 走 左侍者来这有何吩咐 主上有令 命马大胡子 速带五百人马 前去小丘林集合 去小丘林做什么 皇帝的人来了 正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刘庄主 因为主上练兵这么久 终于到了用兵之时了 终于要开战了 怎么回事 快 少主 少主 刚刚撤退的号角是您吹的 西楚州的军队已经快攻过来了 你们立刻撤退 舍弃此地 我们的探子遍布整个沙漠 为何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 蠢货 我大老爷赶过来 拿的是来骗你的吗 朱丫头偷走了 马大胡子的布防图 交给了东平君王的人 他们绕过了你们的探子 离开滚回去 向老爷子禀报 多谢少主通报 我们立刻离开 朱管家 你来我这里不止一次了 次次都带着重礼 你救人的心我是明白的 不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戈壁上失踪 就只有一个可能 被马大胡子的人给绑了 本官已派人前去剿匪 请你静待即日 应该会有好消息传回来 可是这沙匪 可是什么 别以为本官不知道 你一边找本官跟官将军 一边又派人打听沙匪的下落 想用重金赎回你家小姐 你可知这是扰乱本官的剿匪计划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啊大人 况且 现在正是剿匪的关键时刻 你若是走了半点风声 那诸府是脱不开通匪的嫌疑 这通匪可是满门问战的重罪 小的明白 明白就退下吧 有什么消息本官会叫人通知你 多谢大人 大人 慌慌张张干什么 说 大人 官将军 收到沙匪的布防图 已经出罚剿匪了 什么 来迟一步 又让沙妃跑了 少爷 郡王 郡王 没准来迟一步 还求郡王赎罪 你现在立刻去追他们 他们刚刚逃到 郡王 没准还能追上 快去 多谢巨帽 辅差拯救去 少爷 跟我走 诺 韩爷 你是怎么抓到我的 少爷 我们在城门口遇见一男子 挟持郡主而来 他把郡主打运后不知所踪 是郡主别了我们沙妃的不防徒 他说少爷 被困在沙妃的寨子里 情况危急 我立刻让关将军 点了兵价和我赶了过来 他现在人在哪儿 小刘和他去了前面的驿站 小刘和他 先让他在附近待着 多拍截然照顾他 别让他落入东方市的手里 还有 别告诉他我受了重伤 免得他担心 书下明白 刚刚来了一个人 说要有皇上在小丘陵开战 我怀疑他们这次 就是冲着师父去的 韩爷 你让所有的护卫 现在立刻起上去小丘陵 如果看见师父 关键时刻 助师父一臂之力 那少爷您之力 我没事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穿过这片小丘陵 我们就应该快到 碧落殿的入口吧 这里 是我们摆脱 他们最好的机会 小心 小心 这是为什么那个神秘人 一直没有出现呢 按道 他也是在等我们到 毕落殿的入口 那怎么办 甩开他们 快走 福大人 怎么还没有到 这块地界都快走了一大半了 兄弟们腿都走细了 皇上那儿可点不耐烦了 是皇上不耐烦 还是大人不耐烦 大人如果觉得这个差事不好做 可以跟皇上说呀 要不 我帮大人跟皇上说 乔府大人说的 我也是替皇上分忧嘛 小心 嗯 小心 小心 转开一步 不忧 乌少 福大人 你帮我走 不好 这烟雾里有毒 大家快闭嘴呼吸 福大人 只要出了这片小修林 就有人来接我 快走 走 少爷 找到师父了吗 福松馆不在这里 可能是陈琪逃跑了 给我继续搜查 诺 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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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伙妹 姜妹 看 这里 我们只要找到了这个标志 就能 就能找到洞口在哪里了 终于到了 找找 走 好 小薇 小妹 小妹 找到了 找到了 终于找到你们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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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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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想和我通过一击 真是一响天开 是一响天开 救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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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有木兮 木有枝 新月群兮 群不止 救方 难道你都不知道我对你的西医吗 师父 主上只是把你当成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 你胡说 他怎么可能 只把我当成一个棋子 我 我跟别人 不一样 还在自欺欺人啊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他要死了 我要感谢主上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来杀你 杀我 你为何要杀我 为什么 师父 你养育我这么久 是不是快忘记我的身世了 你杀了我爹娘 抢了他们的孩子 从小到大让我和七五 接受惨无人道的训练 你 你想让我们亲姐妹自相残杀 你说 我为什么要杀你 原来 你都知道了 即使这样 你们是我养大的 我对你们有养育之恩 你怎么能杀我 柳茗玉 不必多说了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你杀我爹娘 虐待我和清吴的时光 就应该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受死吧 你们几个 先去那边守着 以防有人过来 师父 你现在失血过多 我必须马上替你疗伤 岳岳 美食已经筋脉筋断 明不就义 不会的 我府上有一个神医 他医书靠命 他一定可以救你 我先救他去 都离去 你说的神医 可以救我小妹吗 好了 就让我去小妹去吧 师父 小妹 是大哥害了你 让你一直受人要心 本以为 这次能够带你逃出去 返回碧落天 结果 小妹 大人 就要来陪你 师父 人死不能复生 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活着才能报仇 才能进入碧落天 不死 人死不可 人死不可 也不过 你只能够带我什么 不可 你只能够带我 不可 毕落天 生物和地图交给你 毕落天 依君是世人寄予的对象 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地图生物在你手里 这样你会遭遇到杀神之祸呢 千奇 师父 地图上的标志 是一个 是一个石头上的小毒 通过这个就可以 看到毕落天的入手 师父 我在给师父教授的时候 师父 在哪儿留下了 这些正义 玉玉 你好好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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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把你送回彼罗天的 师父 师父